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个戴尔电脑 这是戴尔零月系列的一款笔记本 当年的销量也是不错的 我也修了很多了 故障是不开机 先给他拆开看一下情况 拆出主板之后呢发现这个主板是被修过的 这个BIOS系面这里被焊过 这个主板被刷过BIOS 翻过主板正面呢 正面也是有一些维修的痕迹 比如这个内存供电这边 这个芯片也是被换过 修的挺严重 最后看一下CPU这边 这个CPU也是被拆下来过 装都没装到位 看一下这个CPU的型号 是i5-5200U 和原来CPU的型号一样 但是这个CPU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 位置不对 偏了 没有对到这个白色的线上面 像是被人随便给放上去的一样 后面我问了一下这个客户 他说他之前把主板发出去 淘宝那边找了人交换主板 后面价格没弹笼 就没交易成功 把主板给发回来了 而且他这个电脑最开始是能开机的 只是会散屏 然后主板拿回来之后装上去竟然不开机了 看了一下主板 发现CPU被弄过了 给那边打电话 也没人接 平白无故的 CPU就被人给换掉了 OK 那知道他是怎么坏的了 心中也有数了 这个CPU肯定是坏的 那不用考虑的 人家竟然给你把CPU拆了 不可能给装一个好的上去 那我直接上b接 把他的CPU给拆下来 拆下CPU之后 很明显 这CPU中间的焊点 基本上都空焊了 都没焊上 看这中间的这一部分焊点 中间这一圈 基本上都是平的 中间这部分 压根就没有跟CPU接触到 肯定是随便放上去的 这个电脑最开始是能开机的 搞成这样 这客户也是同行 他也不好跟他的客户交代 所以我先换个CPU 尝试修一下吧 这个主板交换 大部分都是满满的套路 说白了很少有正二八景的交换 大多数都是维修 除非你能搞到工厂的渠道 才能拿到正二八景的原装主板 不然的话都是你修好的 换给别人 然后别人修好的再换给你 先用一个很低的价格 先让你把主板发过去 然后跳毛病 加钱 不加钱 就说换不了 所以这个戴尔电脑的CPU就牺牲了 这还算好的 我还碰到有些同行去交换 人家直接不搭理你 你原来的主板也不还给你 还回来的也不是你原来的主板了 发一个报废的主板回来 所以我见的太多了 我几乎很少交换的 一些维修论坛里面 很经常有这种被骗的经历 我选了几个说话还不是很难听的 来看一下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搞交换的嘛 正好挖紧搞交换的也有 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吧 OK把主板给汉盘给清理干净了 我真当心他在这些地方给我拆了个小电阻 换了个小电容 那就真的修死都修不好了 给他准备了一个 CPU 这是一个i7的CPU 把这个CPU给他换上去 直接上B阶给他更换CPU 换完之后我们再来插电试一下 它是自动开机 电流能跑到0.4左右 这是因为没有装内存 没有跑码 现在把它内存给装上去 装上内存之后 电流能跑到0.5 0.6 0.7了 OK有戏有戏跑码了 给他装上散热器 装机测试一下 看一下各功能是否都正常 换完了换了CPU要刷BIOS不然的话会亮机很慢 Dial的笔记本第一次开机都会要等久一点 他要重启两三次 OK可以点亮屏幕了 也没有闪屏啊 这屏幕显示不是很正常吗 那我都怀疑他最开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呀 让我想起了前两年碰到的一个客户 他笔记本的内存坏了 然后把主板发出去交换 他换成功了 换回来装上去还是不开机 然后拿我这边来看 哎呀本来是没有修过的原装主板 硬生生的换了一个大修过的主板 CPU栏桥都被弄过 最后发现是内存坏了 又得换内存 这个电脑全部装完之后 再来开机测试一下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看来这小老板还是手下留情了 没有搞其他故障 这电脑我就只换了一个CPU 这个跑分 也就办公用了 这种低压的一体CPU 我感觉都差不多 i5i7用起来也就那样 当然了换了CPU 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步 不能忘了 i7必须得是i7 OK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休敗家之眼了 来看一片技嘉的 J370主板 那这个主板是怎么坏的呢 是这个小老板新装的主机 可能是太兴奋了 主板上面的螺丝忘记拧了 全部装好之后 把机箱给竖起来 那这个主板没有螺丝固定 肯定就在机箱里面 自由落体了 主板就掉了下来 最后再把主板装好之后 发现不开机了 你说气人不 看一下这块主板经历了什么样的 吹长吧 主板正面没有受伤 背面发现了一点问题 比如说主板这个角落 就有两个元件 一个元件被磕歪了 另外一个被磕飞了 都是两个八条腿的小元件 我们先把这个磕歪的小芯片给拆下来 放大看一下 左边这个还好 焊盘还在 只是芯片的引脚磕歪了 右边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连着焊盘带着芯片 全部不翼而飞 但是还是能看到芯片这些引脚的走线 所以还是有救的 给它装上芯片 然后飞线就可以了 先把这些信号线表面刮掉 刮出铜来 方便等一下飞线 先给刮出来的铜 上点锡 然后装芯片 先装左边这个 这个焊盘还在 所以直接把芯片吹上去就可以了 OK 左边这个装好 然后再接着搞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的话 它焊盘已经没了 所以它芯片没有地方固定 只能把芯片放在原来的位置 然后从引脚飞线出来 这个芯片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压调节芯片 可以通过SMB总线调节 单元供电的输出电压 主板上面很常见 不装的话也不会影响开机 但是超频的话就不能调电压了 这个芯片 有8个焊盘 所以要给它接8根线 左边那个的话它只有6个焊盘 因为还有两个脚是空脚 你就想给它飞线 都没地方飞 所以 左边那个芯片就不用飞线 只需要把右边这个芯片8根线飞好 飞好线之后把这一袋给清理一下 左边缺了个电容也给它装上 这个芯片 飞线被我飞得跟蜘蛛一样 8条腿 主板的其他位置也多多少少掉了几个电容什么的全部给它补上 这个位置也是掉了个电容 现在已经补好 OK在确认主板没有其他 确件之后 我们来接上电源试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 OK屏幕已经可以点亮 开机的话可以直接进系统了 哎 希望这位小老板以后一定记得拧螺丝 哪怕你一个他也不至于掉下来呀 当然了 这块主板 飞行的地方 也给它上点绿油固化一下 希望不会受到第2次的伤害 OK搞定了这片技嘉的再来看一片微星的 说好了今天不修华说的 这是一个微星的 J270主板 也是比较洋气的 机主说是这个主板能点亮屏幕 我们来接屏幕 测试一下 确实可以点亮屏幕 开机之后屏幕上出现两行英文报错 这是主板上面比较常见的问题了 USB过流保护 系统15秒钟后 自动关机 15秒钟之后 果然自动关机了 屏幕也黑了 风扇也停了 灯也不亮了 OK把侧片主板请上维修桌 排查一下 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微星的主板和华硕的主板一样 同样也是有USBOC这个信号的 也是通过两个电阻来分腰 一般这两个电阻都在USB接口的附近 很好找 一早就找到了 这种比较高端的主板 用料一般都不会太差 一般用的也是质量比较好的元器件 而且也没用多久 所以不可能是电阻变质 我怀疑是缺键或者掉键了 所以我先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看 这里 被我找到了一个消失的电阻 这里就只剩下一个电阻了 还有一个空空荡荡的焊盘 这里应该是一组USB的OC信号 电阻都被磕飞了 这个分压肯定不正常 所以导致开机爆错 那我们给他补上一个小电阻 查点位的话 这是一个 10K的电阻很常见 这些随处可见 补完之后 给他清理一下 再去接电 试一下 估计又是这个小老板 装机拆机的时候 不小心磕到了吧 看开机已经不爆错了 可以正常进 不要使 给他接个硬盘 进系统试一下 功能一切正常 USB也正常工作 前置后座 全部OK 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